怎么样锻炼呢 我们的肌肉 平时是负担着颈椎脑袋 比较大的重量的 如果我们不锻炼 这个脖子的话 长期这么干 就会引起微小沉上 就会疼痛 就会引起炎症 所以锻炼肌肉是非常重要 那么怎么锻炼呢 就我们这个支撑脖子 最重要的两个肌肉 是我们后面这两条 叫脖子的伸肌群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不用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身体就可以锻炼 我们两个手交叉 放到后了手 放到这个上一点 靠着整部 耳朵后面吗 我们会有个后脖子 我们叫肌上要整骨粗窿 你摸摸后了 有个硬的地方 后脖子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两种交叉 用力向前 向前 对 头向后 这样我们叫头手较劲 你觉得你后面的脖子 用劲儿在收缩 真的我感觉好多了 对 你尽量收缩 刚开始可以收缩10秒 然后如果今天有练劲呢 收缩20秒 然后放松5秒10秒再来一次 然后这样做呢 做几次 做到这个肌肉 后面的肌肉有点酸胀 为止 就锻炼到后面的肌肉 后面肌肉是最主要的负重区 当然还可以锻炼前部的肌肉 就一个手可以对抗了 放在自己额头 对 然后手向后 头向前 这样脚劲儿 都是头手较劲儿 这是念的 颈部前面这几块肌肉 还可以念侧方的 头还是保持正直 对 较劲儿 这是念的侧方的肌肉 真的好一些 对 最主要的是刚才这个动作 对 你每天念两次 每次念的脖子有点酸 这个是一个是锻炼肌肉 还有一个脖子肌肉收缩 一输一张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你会觉得脖子也舒服一些 脑袋也舒服一些 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动作 对 我刚刚做了几次 就感觉这个好多了 非常容易 大家平时都能做的一个动作 没错 在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 休息休息就可以做 最好是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做两次 然后你坚持个一两个月 脖子疼 可能就会很大的缓解